前一阵子价格低迷的香蕉和木瓜 现在已经有回升起来了 这一次高雄市和屏东县政府 联合举办了高频农特产品展售会 把农产直接运到高雄市区来卖 价格比较便宜 果然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采购 先试吃看看甜不甜 木瓜摊位上买气很旺 民众一买就是一大袋 还有一串串黄橙橙的香蕉 也同样吸引顾客上门 高频农特产品展售会促销活动 因为是产地直销 价格比市面上便宜 我有买香蕉 还有买木瓜 我觉得来这边好像挺便宜的 这边比较便宜 所有的东西品质比较好 比较漂亮 而且很便宜 我们香蕉价钱就产地直销价钱 一斤差不多18块钱这样子 比产地比我们市面上还要便宜 差不多5块钱 新鲜木瓜加上牛奶打成汁 香甜可口的木瓜牛奶 农民请消费者试喝 好喝再买 我们就把木瓜打成汁 让消费者知道 我们的红肉木瓜是多么好 因为这现在是产季嘛 产季就是最好的品质 木瓜的营养成分很高 维生素A维生素C 还有β胡萝卜素 他吃的老少咸鱼都入口即化 甜度又高 夏季生产的木瓜和香蕉 现在品尝正是时候 民众不仅可以买到 价廉物美的当令水果 还可以帮助农民 大家可以来买 第一手由这些产销班 农民所生产出来 他们自己农民 亲自把他们生产最好的一个 木瓜还有香蕉 拿到现场来买 新唐亚太电视 叶哲维许美会 台湾高雄报道